没错,所以我们旋软旋轮都尽量给它停,让它去充血 也不是尽量,也不能太久,你觉得那个充血到一个饱满的程度了 像有时候我们搭到最紧,它不是就是会有那种好像绷得很紧的感觉 就是我们这时候在绷紧,那要多久了?没有 你感觉有一个,你有饱满的感觉 感觉了,在90点 它是延伸的,所以它的动作是延伸的,它不是一段一段的 所以当你这样子,你在这个地方,比方讲你在这里停 我在这里停,停的时候我去检查我的中间,手有没有被拉开 手腕是紧的,还是松开拉长的,手指头关节是不是拉长的 都是拉长的了,在这边停一下,停一下你感觉到它是慢慢变暖 慢慢慢慢充实起来,充实起来的东西不让它断 所以你下一动呢,就从充实起来以后,充实到手指尖了 从这边,把那个充实的东西运作开 不要挤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你不要说在那边,啊,好啦,我就放掉 那个就,那个就不好 要不懂? 所以你充实了以后,你走,走,走长也是一样 这个走长走了会有一个充实感 充实感,不要停啊,充实感就要用它 要不懂? Kate从一开始跟我讲这个 因为他讲的用长法跟你完全不一样 他的名词跟你不一样,他就在讲这个 你不可以有任何一秒是没有这个的 对 一秒都不行 所以你在运嘛 所以我们练八卦,练八卦不发劲 练这种杨太极,孙太极,这种吴太极也不发劲 为什么? 他在运嘛 那你前面的就比较重要,前面的是聚 那么懂? 所以你在练走长的时候,这个是聚嘛 你走走走,一圈,两圈,左边走一圈,右边一圈,一圈 哎,聚了,聚到差不多了 换两次,辨识出来,辨识在干什么? 在运它 所以不是在啪,啪,啪 不是给它断 不是这个 你那个东西,你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东西 你要去运它 要去运它 那么懂? 所有的八卦里面,八卦跟太极 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 养,养出来了以后,养出来了 就开始运,开始运它了 所以说我们没有抖大杆是这个人 也没有同样的意思 也没有抖大杆 抖大杆也是用这个方式抖 对 大家不懂? 懂? 懂 懂得吗? 跟我们凝枪也是一样的 凝枪也是 它也是一个运 运啊 对 它不是啪,啪 它不是这个 对,它不是这个 它是一个细腻的东西 你是不是封一下就不用了 对 运是很重要的 对 它为什么细腻? 就像它流过它才能细腻吗? 你封出去拿细腻的 对啊 所以讲运化 对 你有东西了 是不是 道家讲的 你那个火 你那个炉子里面有水有火了 起来了 起来了以后 开始运 运够了以后才会化 才会有转化的现象发生嘛 对 道家的怎么可能 道家五是怎么可能 咚啦啦不见 不是道家五 速啦 对 你不运不会有化 对 那你没有东西 你没有东西运 有,有东西 有,我不知道 他们懂 所以太极拳真的可以 可以培养一个东西 对啊 太极拳真的可以培养一个东西 对啊 太极拳真的可以培养力 所以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 你们练太极开始的时候 然后去去注意用这个地方练 用这个地方练 就是啊 就是你走 你一开始怕 你看 他的运动是在这里 运动是在这里 所以我一起 除了刚才讲的手之外 一落 运动在这边 手 手 运动在这里 手 运动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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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运动这个 自然运动到这里 他们懂 你不要去运动这个 你运动这个 你就会用 肚 肚皮 里面在动 你用这个 可以到这个 他 我运这个 我用这个 你看你在用这个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 这就在养了 养到他一个饱满的状态 状态 所以你去分析 杨家太极拳 这个老 老架 第一段在干什么 第二段在干什么 第三段在干 干 干 他三段的功能 你练的 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懂不懂 所以你三段不会 你就练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在咬 就是在咬这个 懂不懂 所以第一段是走的中 中平 嗯 也不起脚 也不下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平 平平平平稳的 动作动作都动作都在这边 啊 啊 所以你没空练 你就练第一第一第一段 哎 啊 第一段咬的 饱满了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开始动了 所以第二段的韵 是从从从第一段来 来来来的 啊 啊 啊 所以我说好的套路啊 好的套路 它的设计 里面有包含很多的智智智慧 嗯 里面包含很多的智慧 最近有人在讲那个徐季说 什么中国武术毁于套套路 你要仔细练老祖宗传下来的套路 要仔细练 都不简单的 老祖宗没有那么浅 那么懂 你自己练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 你再进一步 原来还有这个 原来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知道吗 就像你去读老子庄子那种经典 一开始背 论语这些 然后你人生经验出来 原来他讲的是这个 你读一辈子 你会有不断的知道 原来他是这种想法 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深厚 那我们自己变得丰富了以后 我们才会懂他那个深厚 知道吗 那种传统东西好玩就这样 传统东西的困难也在这边 所以刚学的人或者外面的人看这没有意义吗 做这些没意义吗 是不是他用效率来来来来看你念这些东西没有没没没意义啊 是不是啊 可是他没有进来练他没有练出来那个那个东东东东东西啊 所以我们练一个东西我们要要要吃吃进去 什么拳都有啊 只要是传统下来的他都有经过前人的那个智慧智慧的筛筛筛筛筛筛选择 你知道吗 请问老师刚刚讲第一段是痒第二段是运第三段是化吗 第三段不是 第二段你看啊你说第二段的特第二段动作的特动作特色 动作特色是什么 第二段的腿比较多 是不是这样子啊 腿比较多 他说他的他的整个的动作的那个幅度啊也比较大 所以他要把这个东西把它运运开了把它发把他发发发发散开了 第三段还在运收 第三段真正在运然后收收收收 所以你看他里面他腿很少 可是里面他的特色比较多的下下下式啊啊下式啊或者他绕的圈啊绕的圈子比前面多 所以他运化的范围运化的运化的范围跟深度又比第二段要多了 所以他重复的地方你不要删删掉他 重复的也说啊匀手这么多是不是要单边 彭于几岸到单边这么多啊 要多重复把它删掉 对了 他那是在运转嘛 他在运转嘛 他用那些东西在这一段这个转到那个他用这个来把它运化转换转换转转换转事一样 对嘛 对 对 所以你去看这些东西 哇塞 你说的重复在他来讲不是吧 跟古文一样嘛 古文不是有些重复吗 他应用的美啊 应用的美就是那个重复啊 你说知乎者也虚致啊 没意义啊 你把知乎者也全部去掉 那哪有那个美吗 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练传统东西啊 要谦虚一点 虽然七八十岁了 还是要谦谦虚一点 好 好 看看那个八早前